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倒是有点不一样 曹丕之所以会成为曹卫的开国皇帝 其实最大的功劳是他的父亲曹操 曹卫那么大的地盘 基本都是曹操打下来的 曹丕是继承了曹操的遗产 所以才能发展壮大 而曹卫之所以能够取代东汉 也是因为曹丕对士族进行了妥协 曹操时代是一个和士族对抗的时代 曹操大力选拔寒门人才 目的就是为了对抗当时的士族 可以说曹操一生都在为此奋斗 当时的曹操对很多寒门人士来说 是非常友好的 而曹操去世后 曹丕直接改变了曹操的政治主张 为了篡夺东汉 建立曹卫帝国 曹丕向士族做出了妥协 发明了九品中政治 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 九品的评判标准 逐渐变成了主要看家事 这就造成了能平上品级的 大多是出身良好的士族子弟 发展到后面 甚至出现了上品无寒门 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这对于整个朝廷来说 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虽然士族子弟确实有很多优秀人才 但是寒门之中优秀人才也不少 而九品中政治 无形之中直接焊死了寒门人才的 当大官的梦想 以至于朝廷上层全都是士族之人 这些人互相之间关系颇深 很容易制约皇权 这也是曹魏最终被司马家篡夺的一大原因 曹操之所以强大 除了很多外姓大将相助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曹家夏侯家的宗亲人才很多 但是由于曹批称帝 防备宗族 使得宗族人才急剧减少 可以看到曹魏时期最出名的那些大将 很多都是曹操时代培养出来的 而曹批一折腾 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曹瑞曹芳时代 曹家缺少了很多的精英人才 没法和士族对抗 最终被以司马懿为首的士族击败 沦为傀儡 可以说虽然曹批建立了曹魏 但他也给曹魏埋下了亡国之火 专曹批 我们再看他的儿子曹瑞 由于曹瑞是曹批的儿子 所以曹批的很多策略 曹瑞都是一直沿用的 不敢改变 曹批作为开国皇帝 他的策略 曹瑞是不好改变的 但是通过曹瑞对国内的掌控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他对士族的掌控力 是要超过曹批的 曹批去世后 给曹瑞留下了四个顾名大臣 分别是曹真 曹修 陈群和司马懿 这几个人可都是老江湖了 一般的手段对他们根本没什么用 曹瑞登基后 他直接以军国大事为由 将曹真 曹修 和司马懿 给外放到了边疆地带 让他们去带兵打仗 这样的话 他们就远离了朝堂 远离了权力中枢 三人虽为顾名大臣 但远离朝堂 也就无法干扰到曹瑞了 而剩下的陈群 比较好对付 就这样 曹瑞很快就夺回了大权 拿回了属于自己的皇权 综合曹瑞和曹丕的政治手腕来看 很明显 曹瑞是要强于他的父亲曹丕的 这也是为何大家在给曹瑞的嗜好时 给的是个名字 而曹丕是个文字 战略能力 作为皇帝 尤其是天下未统一的皇帝 战略能力 战略眼光 尤其重要 而就这方面对比来看 曹瑞的表现也是要强于曹丕的 曹丕这个人 长期跟随曹操历练 能力还是不错的 不过他缺乏了他父亲曹操的超强战略眼光 虽然他一直有一统天下之志 但在操作过程中 他却屡次碰壁 而事实上 曹丕在位期间 其实是有一统天下的机会的 只不过他没有抓住 当时孙权偷洗荆州 惹怒刘备 刘备讨伐东吴之机 就是曹丕最佳的伐吴之机 吴国其实是曹魏一统天下的最大绊脚石 只要灭了东吴 蜀汉其实相对来说很好打 然而当刘备伐吴之时 曹丕却拒绝了众人的建议 他选择了作案关火 当时的刘业 极力劝说曹丕出兵 命吴 但是曹丕战略眼光不足 拒绝了这个提议 错失了一统天下的机会 而曹丕拒绝的理由 其实有两个 一是孙权已经称臣投降了 二是蜀汉和东吴 都是曹魏的对手 他们两个欲棒相争 曹丕想要渔翁得利 等到他们分出胜负 兵皮降伐之后再出兵 总的来看 曹丕没有配合刘备 一起出兵攻打东吴 应该算是非常遗憾了 如果双方真的夹击东吴 说不定曹丕真有一统天下的可能 只可惜曹丕的战略能力不足 错失了这么一个大好的机会 我们再来看曹瑞 当他面对诸葛亮北伐时 他表现如何 遗陵之战过后 蜀汉精锐尽丧 国力损失严重 于是曹魏上下一致认为 蜀汉暂时是没有对外作战能力的 所以曹魏放松了对蜀汉的防备 将大部分兵力集中于对付东吴的前线 结果谁也没料到 诸葛亮能力这么强 短短数年便恢复了蜀汉国力 而且开始率军北伐 攻占雍良 当时的龙幼有五个郡 结果其中三个郡 直接宣布投降诸葛亮 形势对曹魏非常不利 得知这个消息后的曹瑞 立马着手安排反击 他先是从大的方面分析战局 认为蜀汉国弱民少 并不是魏国的对手 主动挑起战争 必败无疑 这话自然是安抚众人所说的了 接着曹瑞立马奔赴关中 他亲自坐镇长安 指挥众将反击蜀汉 在曹瑞的激励和调遣下 最终曹魏成功地抵挡住了 诸葛亮的进攻 并最终将诸葛亮赶回了蜀汉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 其实是机会最大的一次 因为这一次曹魏防备很弱 而曹瑞战略能力很强 立马意识到诸葛亮的战略意图 所以亲赴长安坐镇 激励众将 一定不能让诸葛亮攻占梁州 真让诸葛亮把龙幼给拿下来了 那蜀汉对关中将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这一战后 曹瑞多次加强对蜀汉的防备 成功地挡住了蜀汉一波又一波的进攻 最终成功地把诸葛亮给凹趴下了 从战略能力来看 很明显曹瑞是要强于曹丕的 虽然曹瑞没有长期在军中磨练 但是他的战略能力 对战局的敏感度都远超常人 当听到诸葛亮进攻龙幼时 要是换作一般的皇帝 估计也就是立马调兵遣将救援 估计没有几个人 能做到亲自跑到长安去坐镇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 请您别忘了按一下 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和小铃铛 方便下次给您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